四点钟改为两点钟,很不习惯哦,你们都看到了 你等一下,再等一下还有人来 你再等一下,这门关上 是把这个凳子靠过来一点,听得清楚一点 通常是四点钟改为两点钟,可能很多人还不懂,没关系 这个很高兴,我们来研究一些问题 我今天的题目是我对三民主义的体认,还有两岸关系 三民主义可能各位看过,或者没有看过,没有关系 三民主义也是不得了的,是四大宝典之一 哪四大宝典呢? 三民主义,圣经,还有这个登山宝训 就是,另外就是大宪章,我现在简单解释一下 登山宝训的就是,耶稣看到有人在山上,他就给他讲 讲了八句话 就是有关做人做事的道理 最后一句话,讲完以后有福了 所以八句话,这个就是登山宝训 完全是,另外大宪章也叫做自由大宪章 是英格兰,是英格兰,黄,约翰,在英国的贵族 武力普特下,在1,2,1,5年6月15号 定立的,用拉丁文写的,那时候 所以说,英文不重要 拉丁文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拉丁文写的政治授权,63条 他的目的是什么?保障封建贵族教会的特权 以及歧视给市民的利益 就限制了皇权了 现在英国最后演变就是皇权受限制了 现在也是如此啊 首相才是有权的,这个皇帝没有实权的 在1,2,2,5年呢,成为法律 1,2,9,7年呢,改为英文写的版本 到今天,在英格兰呢,还是有效的法律 这个就四大宝典 所以,我们三民主义是四大宝典之一啊 对这个,对国际,对全世界来讲,影响很大的 那么这个,国父呢,非常聪明的 不是随便讲的,的确聪明到非常聪明 也接受纯正的中华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教育 他这个,集会了中国西方的政治的精华 加上他个人的独立创建 包括法国的自由平等国外 以及美国的民有民自民想 有资本主义给共产主义优点,而没有它的缺点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理想 能够使到国家新政,人民信服 它更重要是促进世界,天下围攻的世界大宗作为目的 三民主义总共有十六奖 民主主义六奖 民权主义六奖 民生主义四奖 是在民国十三年 一月二十七号,一直到八月二十五号 那么,这个是国父啊,孙中山乡最成熟的意见 完了以后,他就到北上了 应这个军阀的要求 希望能够做这个国家和平统一了 那可惜他身体不好 就在民国十三年 民国十四,十四年 三月十二号,死在北京 临时他讲一句话 和平奋斗救中国 这就是三民主义啊,基本上的这个,它的伟大的地方 经过九十五年这么长的时间 到现在刚好九十五年 这一段时间呢 其实三民主义在美国很多都实现了 非常,美国都实现了 这是三民主义 他这个,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是改良 你看他对这个福利政策等等 这就是三民主义,老有所忠嘛 这就是三民主义,老有所忠嘛 他就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可以讲 那么现在呢 我个人的体认给各位分享 第一个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 能够生存很重要 这个民族生存和国家生存 没有民族义不行的 我们抗战为什么打这么久啊 就是我们民族主义很强 蒋总统一直,蒋公一直坚持到底 所以这个奋发这个民族主义 所以最后胜利 如果没有蒋公的话 大陆可能已经存现被 给这个日本人了 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 因为日本人是反共的 如果我们国家不存在呢 共产党也就没有了 这个我们 这个中华民族义以生存是什么呢 四维八的大家都很清楚 礼仪廉耻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这很重要 这个四维 有文章讲 一维决怎么样我记不清楚了 如果四维都没有的话 国家就灭亡了 大家大概都看过这个 也记得这个东西 但是实在在进步啊 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立场 我们除了四维八的做基础之外 那我们还要更进一步 学习外国的这个思想 与时俱进是不是 对不对更好 那么这个与时俱进我个人的体认呢 现在民族文化的教育 包括下面十点 第一要首发精神 第二民主观念 第三伦理道德 第四 仁爱信义 还有最重要服务的人生观 要真实机缘 真实资源 现在就讲究真实资源 国父那时候没有谈到 但是我体会啊 极其分发精神 还有更重要创新精神 现在大家都在 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创新啊 你不创新你就落伍了 最后当然是爱国精神 还有世界观 那么这个民族能生存呢 这个马克思呢 他是想以物质为中心 历史的历史的眼镜啊 其实不是 是社会求生存的才是原动力 这个民族主义大概就这样子 一个民权主义 国父里面的精华 立足点的平等很重要 平头平等这个都不行 要立足点平等 如果是贫富悬俗的话 如果是基层的 穷的人没有办法教育的话 穷人里面有子弟 是聪明材质很够的 他如果能够有一个基础给他 给他念书 免费让他念书念书 只要能够念书到就让他念 这个国家政治也好 科技也好都会发达起来 如果是没有办法 让这个穷苦民众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国家一定没有这么强健 可能衰弱了 所以人才很重要 讲到这里呢 我就想到一个我自己的 也算是一个小发明了 因为我们很多大学不是有博士吗 荣誉博士吗 不是这个学校也可以叫荣誉博士 你捐个美金一千万五百万 就可以能得荣誉博士 这也很正常 他能够这个赚那么多钱 他在这方面研究的很透彻 所以就实际上产生的博士 这也没有假 现在我们为什么现在国家 现在这个时代越进步啊 将来这个科技越发达啊 贫富元素会越严重 你想一想 一个很好的工业 像美国那个什么 Google啊什么东西 做得好就做到 做不好就lay off 一lay off几万人 那些几万人跑到哪去啊 所以现在我们在旧金山 多少在街边呢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了 这个就是 国家没有办法处理这个 这个吸毒啦 或者是有些人经常不正常啦 家庭破碎啦 产生的可怜的可怜兮兮的 这个国家要有钱啊 才能帮他忙啊 给他找一个地方 我过来想发 你现在不是 现在旧金山找很多地方 有地方睡吗 洗澡吗 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啊 他因为这个先天性不够 他父母没有钱 或者离异了 或者自己吸毒了 他就很颓废了 这是一个国家一个资源来的 如果你把好好搞 好好动它 是不是 这就是美国目前啊 在这个立足点平等啊 做不到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国库要有钱 那么 我觉得 台湾也好 美国也好 你用于 用于国务卿行不行啊 用于财政部长终身啊 他捐了美金五百亿 一千亿 这个一千亿哪有国家 国家有用 现在他们就捐给学校 做某种事情 对不对 来减税等等 逃税 很诚恳的 来捐给国家 那么国家这个 这个当然这个政府的人呢 要值得人家信任 没有贪污的现象 这个 这个是一个连串的问题 这是我个人的 一种体认啊 供给各位参考了 还有一点 国父讲到 民权主义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 服务的人生观 据说我 听说 听说有一个科技 高科技公司的老板 他就买一部很好的车子 很了不起 但是另外一个呢 他有飞机 就是他赚的钱呢 就个人享受 你这个 别墅 一大栋 两栋 街头 也睡了很多人 这种是很浪费的 也不人道也浪费 也影响了 国家的发展 他的子女怎么办 他也不能 结婚 也不能生子女 生了子女也不行 所以这个 服务的人生观 国父当时怎么讲呢 聪明才智高的 应该服千万人之物 聪明才智 赤高的 服白石文之物 其他呢 你个人服务 你个人之物 绝对不要有这个 只要立即的思想 这个国国人生观很重要 说政府官员 也决尽心力为人民服务 绝不可以贪污腐化 教师以权力教育学生 使得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工人就好好做事 这服务的人生观嘛 赚多少钱不管嘛 商人也个很诚实的 不可以逃漏税 对不对 这个服务人生观 这个 现在大陆也是一样 这个 这个 炫耀 结婚 发多少钱 但是他没有一个上次讲那个 立足点平等 国家没有这个奖励啊 奖励他会把那个钱弄去 他有永远 我是终身的 荣誉教育部长 我终身荣誉财政部长 他没有影响力 但是他可以贡献出来 但是国家有钱呢 这是一个相对有用的办法 第四点我要体认的 要强化这个诚实教育 目前社会乱乱在哪里不诚实 不诚实非常严重啊 乱源就在不诚实啊 政府官员不诚实 工商界不诚实 甚至到了这个教育界 目前有很多就不诚实了 孔子说 自自为自自 不自为不自 是自也 又说不成无误 美国西点军校 就陆军官校 他只是强调三点 不说谎 不欺骗 不偷窃 讲起来很简单 其实你把它引生出去啊 如果能做到的话 那就很好了 那这个 甚至于国家元首 如果大家诚实的话 国家元首也不敢随便 发动战争啊 对不对 人家说你不诚实 你做假 那些部下给这个元首贡献 错误的观念 欺骗嘛 元首也欺骗自己 打 像希特勒 像军阀 就这样就打起来了 因为他 那个 过去这个大陆也是一样啊 这个说 不诚实 说我的道天 能够产生多少多少万斤 啊 好了 就纳税嘛 结果就落实很多农民 就这样 不诚实产生的结果 非常严重 那么 你现在学着 去偷人家论文 那不偷欠吗 虚伪的广告 也是不诚实啊 我们两个附层之间 我讲的话 海平永远不相信 嘿 邱将军讲的话 都是假的 不管了 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可言啊 无可言啊 诚实教育啊 经常讲 我在香港念这个初中 我是初中三年级 下学期来台湾 那么 那么 刚好 那么 他考试一直都是这样子 啊 刚才讲到这个 来台湾之前 平常考试 不知 不知各位有没有在香港念过书 考卷拿下来以后 不准打开 翻开 大家翻开 50分钟 很有耐心哦 很有耐心哦 他因为受英国教育了 10分钟 还有10分钟 那个老师很有耐心啊 5分钟 3分钟 1分钟 时间到了 Time's up Pens down 把笔放下 这还不够哦 Stand up 站起来 你还能够做假吗 Heading 从后面送上去 当然你考得快的话 也可以提前教卷 提前教卷的话 你给老师规规矩矩 要尽个礼 你才离开 所以这个每一次考试 这样就产生 城市很大的影响 你说有没有人在做欺骗的事情 有 人家不齿 如果大家觉得欺骗是不齿的话 这个风气就形成不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 后来我在初中三年级上学期 还在念书 就香港来一个会考 就是同样的试卷 发给每个学校 看你那个学校 对这个治愈方面的发展情形 考试还是那个老师哦 那个同样的一个老师啊 平常教我们哪个课程还是那个老师 他就拿 诶 这个各位看看 这个是香港 香港政府送过来的 教育单位送过来的 没有打开哦 啪 撕开 撕开以后呢 就开始一样的 照样发 几分钟几分钟 考试 结束 交捐 如果不诚实的话 哎呀这个是 对我们学校有影响啊 哎 我先打开看看 告诉同学 哎 拿几条了 你们考吧 那就乱了 所以香港能够做到这样子 所以现在英国这个制度啊 你看英国也好 澳洲也好 这英俗的地方 都是如此 啊 有些人犯很 说说说 想法 啊 人家给他 这个飞机位置 提前一点 送他 两瓶这个 酒 或者怎么样东西 违规的 人家一指出来 他打一个动作是怎么样 马上辞职 又连了嘛 马上辞职 啊 现在我们台湾啊 嘿嘿 说了反话 那简直反得不得了 他拗啊 没有事啊 你只要不处分 他一点事都没有 有些人还觉得他不错 他有本事 所以这个城市这个教育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美国也不见得城市啊 美国也没有香港 那时候我们香港是 30 Let me see 65年前的事情啊 我现在80岁 15岁嘛 14、15岁嘛 现在香港怎么行 我不知道 不过我读书都是这样子 不过现在英国的这个 英俗 英俗递的还是做得不错 啊 这一点风风气还是有 那么现在下面一个名称主义的 民主政治的成败在于 是否能够选贤与能 现在 你不能选贤与能的话 啊 现在很多是 啊 并不是很能 他又是靠金钱来怎么样 弄上去 不见得对国家 可能对国家有障碍的规定 所以 民选官员以及民意代表参选人 事先应该 政府应该严格的审查 只有嫌能合乎标准的 才能够成为候选人 开始就给他审定 不是选举的时候来互相攻击 没有用啊 攻击也不见得 攻击得很完整啊 用钱来买 用广告来贴 是不是啊 任何人当选呢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 这些候选人都不错 只要哪一个选项都OK 对不对 就经过审查嘛 那么现在我这个全 闲方面有哪个限制呢 政府应该把关呢 我个人看法 没有犯罪 逃内税 未造文书 欺骗说法的记录 现在不是说 这个 只要几年以后就可以再搞了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先是非常严格 这些是领导人呢 包括总统 包括这个立法院院长 台湾这个众议院 这个这里的众议院还有什么 地方委员 没有没有没有 美国的 中医院 参议院 都经过审查 你像现在 这个当然川普 我不知道情形怎么样了 你看 现在搞得很乱啊 但是最近 现在政府说 你非要拿出来这个 这个纳税记录不可 开始就应该审查嘛 对不对 我不见得他就是很差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现在 这高层很乱啊 很可惜啊 你这个审查好 你被造文书啦 欺骗啦 是一辈子 不是 不是说三五年以后就OK了 No 还有能方面 选举职位应该有基本的学历 或者同等的学历 或者通过任职 那个职务的考试 应该考试啊 他是主导所有东西啊 如果他能力不够 他自己就错误 结果他做起官员 你看 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没好处啊 对不对 限制参选人员 我们也有个要求 我这是我自己发明的 对不起 有没有用不知道 我觉得 又很像我们台湾 你要多公务员 你要经过考试 考试完了以后 我觉得 在十五年之内 你的考金都在加等以上 从来没有犯过几个过 可以留置成群 留置停训 六个月参加选举 选举 选举以后呢 服务的联资 可以比照 工腔工务教退休人员的联资 你是这个职务 你干了十五年你 表示你这个人不错 可能你觉得这个社会不行 我们一定要出头 可以让你出头啊 如果你选败了 没关系 保障你的原来的位置 保证你原来的位置 就鼓励这个军工教 因为军工教都是经过考试 够格才能当军工教进销的 那你这样子 那么这些人多一点竞争 多点好人去竞争 这国家是有办法 另外呢公平竞争之外呢 贤能 刚才讲贤能是这个要求 但是另外呢 选举的经费也要限制 这个一百五十年前 英国的选举啊 贿赂什么都来 后来有个威林克拉达逊 一个首相 下决心非改不可 不能这样子贪 贪中管法的人来选举 下决心成功啊 限制你所少经费 像这个我这个 这是经过报纸看的 大概是五十年前啊 四十年三四十年前 大概是一万美金金费 不能超过一万 一万左右的金费 他有严格的督导 你现在有筹款 筹款也应该加以限制 不过这 国家的资源都浪费得很厉害啊 对政党也有一个限制 你这个选举 你不能够用太多的钱 以上呢 都要应该一个严格的管制 那么 下面也讲到民权主义了 现在美国总统川普 他方枪走板 有些你觉得他方枪走板啊 他有他的基础了 但是他不管怎么样 他不会去体虐别人嘛 体虐别人 马上人家就不同意了 如果是川普在这个 在那些没有的国家的话 早就打起来了 全世界美国的国力多强啊 可能打了多少国家了 但是民主政治还是一个好处 基本上 美国的民主政治还是不错的 总统一定要受巨大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这个像德国 希特勒 德国发展得很厉害啊 结果他权力极大的时候 他就任意都 斗争这个国内的犹太人 最初他对犹太人呢 不是赶尽杀绝啊 他把他们赶走 赶离 赶离德国 后来看他不行了干脆 就把他奴役算了 所以这个集中营过死 这个德国当过死六百万吧 犹太人死了六百万 犹太人在全世界有一千一百万 被希特勒这样搞死的有五百万之多 那集中营 那国国总书记也是一样 那斯大林权力大的时候 排出异己 他一个 一个什么委员会啊 总共有九个人吧 只剩下他给另外一个 其他统统死掉 差不多吧 每天枪比一千人 两年半的时间 等下完了以后 很多人可以回答 有些细节我 好像不需要去 还有高级将领 死大概五分之三吧 上将 中将 少将 概略死了 五分之三就有了 所以为什么德国一起打的时候啊 哇 投降一大堆 没有人领导啊 一投降这两百万人投降啊 所以德国笨蛋啊 如果利用这些人 来推翻这个政府就好了吧 你知道两百万人 他很难养耶 一天吃一个面包要两百万个面包 吃三个面包的话要六百万个面包 德国也没有什么面包可吃啊 所以可怜啊 你就自己想象了 哦 还有讲到毛泽东 权力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 谁敢反抗啊 没有人敢反抗 你看 那个大陆 一党专政的时候 也毛泽东的时候 领导阶层为了政权 为了国家以及领袖个人的虚荣 你看他 原住这个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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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国家 据说才有三百万人 那时候大陆末死人 他照样好多身运过去 还有很多飞机 现在阿尔巴尼亚 还在卖飞机 卖什么 千七 中国的千七 中国的千七 还有其他一大堆东西 当废铁卖 你远住他干什么 我毛泽东很了不起啊 我远住阿尔巴尼亚 我们这里末死人不管 他难得完全不知道吗 我相信他是知道了 但是他已经没失去人性了 现在大陆 他说也改良很多 但是改良的并不够 最近我看一个报道 到2035年老人的钱就发不出去了 但是大陆的军舰 像在下脚之一样一个一个下 为什么 他为了自己政权 为了自己的虚荣 我在世界上我顶天立地 好 给美国竞争 现在美国 最近一个资料 现在美国为首 非要给中国抵制不考 他这里讲 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以来 美国对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在经历上 几十年的等待 中共 改革开放 看到有钱 自由民主 幻想破灭了 威胁很大 所以美国也不要提了 在这个南海竞争 在台湾竞争 欧盟现在也是 开始 知道这个厉害了 过去对中共很好 他们两个很好 现在也是很 也是有冲突了 连俄国 俄国这个 在佩加沃福 成立很多这个 装品水的 俄罗斯对抗议活动 非常厉害 现在 有一百一十万人在抗议 俄国当局并没有阻挡 让他去抗议 加尔福班的几家 中国人投资的 酒店 被俄国法院 和检察院停止 停工 印度也是一样 他们差点打起来了 现在又把那个水啊 整个掉到 做了很多这个 水坝 准备把那个水啊 掉到新疆去 那么这个印度就可怜了 没有水吃了 加拿大 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个 华为的副董事长兼财务 就是孟晚舟 现在就是 现在形形不知道怎么样 可能还没有 也没有到美国来 准备到美国来 但是呢 加拿大 把这个 贩毒贩 本来 半十五年了有两个 现在改判死刑 也是 冲突的很厉害 中国对加拿大 很多判 中国对加拿大 很多判 对啊 我想 华为啊 这个是 的确是有问题的 美国这个东西啊 但是 大陆就 好 你 找华为是吧 你找这个孟晚舟吧 我就把你的十五年 改为死刑 就这样 所以现在 给澳洲也是一样 澳洲的话 有一个代表中国的一万富庸 中共在澳洲呢 代理人叫做 黄 向墨 取消他的永久居留钱 不准他 变成澳洲人 可见这个 现在就发展了 不断的发展是有点问题 很有问题 这个过去啊 毛泽东时代啊 改革开放 没有改革开放的话 邓小平是救了共产党了 否则的话会更乱 也说不定的推翻也不一定 我是讲这个总统啊 一定有节制 而 现在这个 我们台湾啊 李登辉经过多次修宪以后啊 现在台湾的总统的权力 等于皇帝 你现在美国你要认个官员 还要清廷会啊 不需要清廷会 就他 也可以任命法官 大法官他可以任命 因为不需要经过行政院长附属 你总统下面要 行政院长要同意附属 OK 现在不要了 你行政院随时可以滚蛋 所以现在啊 这个蔡英文啊很可怕 所以 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为什么 他不一定要怕他 除非你辞职 舍不得辞职 他对那些官员待遇好得很啊 收买你等于收买你啊 成立很多黑机关啊 打击国民党啊 打击个人啊 打击这个自由民主这个所为啊 他权力太大的时候 谁都不敢反抗 除非你马上滚蛋 又舍不得啊 滚蛋以后怎么办啊 没饭吃啊 啊 所以呢 这很荒谬了啊 那个这样子为所欲为啊 我相信如果 中国国民党再拿不回来啊 下一次 还是让他当选的话 我们不知怎么样了 搞的什么情形搞不清楚 还对抗 给中共对抗 啊 我就讲了民生主义了 刚刚民民主民权讲完了 这是我的体认 民生主义 国父讲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 社会的生存 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国父也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后来也讲共产主义 但是我认为啊 三民主义是社会主义里面最优秀的 它这个 它其中有一个是 发达国家资本 截至私人资本 国家必然占钱的企业 国家需要找到 不贪财能干的人来企业家 来经营 大家记得有个赵铁头吗 赵耀东啊 还是可以 公民机构还是可以做的 就是你要找对人 啊 赵铁头就是个例子 但现在还怀念他 走了没有 走了你看看 看把中钢搞得多好 到全世界去 找最先进的科技 找全世界找最好的 这方面炼铁的华人回来 现在中钢还是做得很好 那时候 中钢那些员工啊很有意思 中国钢铁对不对 回过来叫什么 铁钢国中 咦 什么说铁钢国中的人这么多 这么年轻大还是国中啊 就是 找对人还是可以做的 另外一定要赔钱的 也是政府要做 那就找这个人尽量去做 不要国家不要赔这么多 但是人民也得到 词当的服务 这个还是刚才讲的 官员 还有这个受教育 不说访的教育 诚实的教育 服务人生观的教育 要建立起来 最后还是牵涉到 节用教育的问题 现在大陆教育没有 天天都有这个 那个贪官污吏的 搞了好几年了 还有 有些还没爆发出来 已经 听说官员自杀的也不少了 被自杀 被自杀的不少 自己自杀也不少 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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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谈到两岸关系了 说三民主义是很不得了 你好好做三民主义 我个人的这个 我个人的这个 也算一个小小的发明 选举要怎么做 加上英国的制度 就是能选择真正的潜能的人 坏的人根本就不可能 当政府官员 民选官员给这个 民意代表 根本不可能 更不可能有机会进去 这样才行 现在两岸关系 韩国瑜 韩市长很聪明的这个人 他说 大陆中共 统一台湾的决心 不会变 但是很矛盾的 台湾民众的自由 民主生活 信息也不会变 那你怎么两个怎么调活啊 我在大概有十几年前 我就研究出来 很简单嘛 大陆慢慢民主化 两个就统一了嘛 也可以统一 可能吗 at least you have an idea 你最少要用想法嘛 对不对 可能是石头 滴水也可以穿石头啊 你有更好的方法没有 有更好的方法OK 好 两岸关系 所以他 他可能没有办法提出这个意见 可能 韩国瑜有我的想法 但是他不能讲 为什么 这个时代不同 但是我很早就讲了 十几年前就讲 有基本概念 中共的领导人要有信心 只要继续贯涉三民主义 大陆现在在干什么 基本上是实行三民主义 没错 没错 他少一样民权主义 他没有做 为什么不做呢 可能影响到他的政权 知识 一党专政 到底 我刚才给各位看的东西 我刚才给各位看的东西 等下各位 等下我最后讲到 这个就是 将来 大陆就可以 所以每个人都发了 就是将来如果 几十年之后 到这个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 或者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党 还是第一大党 因为选举的时候啊 你从乡政长慢慢选慢慢选 这个 你共产党还是很多人才嘛 好人还是很多嘛 最后 坏的被淘汰了 你的政策会改变 慢慢改变 是不容易改变的 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所以我这里我先 我在这个我的书里面 就讲到 中华民国民主和平统一中国 一向风投 统一中国一向风投哦 我是建议四年做一次 当然最初做 大家都不同意啊 统一怎么样 中华民国统一中国 做不到 不可能 慢慢的 从 百分之三十几同意 到四十几同意 五十几同意 最后达到 选民的一半同意 那要百分之七十哦 OK 就可以 水到渠成了嘛 对不对 这是 我没有摧毁你们共产党啊 你改进啊 讲到这里我要顺便提一提 蒋中正先生 我叫他蒋公 蒋公在台湾实施民权主义 怎么实施啊 那时候也要反对国民党的 优秀人才 台北市长第一任 你知道谁当啊 是党外人士当的 不是 就等于北京市长第一次选 不是共产党党员当选哦 是 是一个一般的普通的人啊 反对他做得很好 第一次台北市长谁要高于数 还有 台中也发生这种状况 后来 大家觉得这个国民党还是不错 还是维持的 国民党还多人才嘛 最后大部分问题 但是我研究一个结果 不要让他主党 主党要满一点 主党找了 他就为反对而反对了 整个为反对 现在台湾搞成这个样子就是 民进党是为反对而反对 你做得好的我反对 所以就 变成锁国 今天台湾的待遇 是19年前的90% 你看怎么得了 物价在涨啊 薪水在跌啊 所以过得很苦 为什么韩国瑜这样一叫的话 又穷又老 是整个台湾都又穷又老啊 人才都跑掉了 大陆现在新手人才 还有这个澳门啊 这个港澳啊 新加坡啊 你只要考到钱 钱一半就可以走了 以前是前 前百分之十二 现在根本就是 一半就可以走了 那剩下一半就最差的留在台湾了 那怎么得了 唉 所以我很 我这个邱卫帮啊 也很伤心啊 嘿嘿嘿 促进国家和平统一的理念 这个我个人的看法 研究了很久了 也修正了很多次了 统一之后台湾当然是地区了 现在统一之后 你不是两个地区正做嘛 大陆地区 物博地大人东 你要负责哦 你要负责 要将来一国两制啊 不是一国两制 现在很多人谈到一国两制 哎很好啊 我给你这个 台湾怎么怎么样 你要知道 共产党是不守信用的 香港就是个例子啊 到时候他一个一个给你划掉 你已经是不是 台湾已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一点点了 你一点用都没有了 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好事说尽 坏事做绝 这是 不是我讲的 是毛泽东的好朋友讲的 灭干鲁 啊 灭干鲁 灭干鲁讲的 好话说尽 做坏事做绝 这个我的计划就是 中华人民共 目前啊 司令馆 给中华民国的文经处啊 那些要密切交流和做 台湾 台湾给两岸地区的发展呢 需要这个 根据产业的状况来做垂直垂平分工 两岸优秀科技人才 劳工人才 互通有无 两岸的高等教育要互相密切合作 农业技术交流 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 防御性的 不要管它 那现在我告诉 现在美国已经卖给台湾攻击性的武器了 为什么 它就要保卫这个 这个 太平洋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呢 第一防线的据点 就是台湾 好你要打 那你要受罪 绝对不能打 打起来 台湾是毁灭了 大陆也是 也跑不到哪里去 而且把中国人的心也伤了 我们看不到 希望我们看不到 以后也看不到 我看到就完蛋了 海基会海协会应该合并在一起 不要分开两个 合并一些 研究什么政经军心啊 将来祖国统一啊 都可以研究 要合并 不要分开 所以我这个 国家和平统一啊 啊 进去现阶段的分治啊 国主分裂啊 我们 要求国家和平统一啊 应该将 国家统一纲领 给江泽民的八点啊 等等 永远成为一个前瞻性的 三个程序 这个我就干脆念了 为什么呢 这是很完整的一个构想 第一个第一个是一国两政体 第二是邦联 第三个是和平 第一 一国两政体时期 本时期两政体的宪法 因征念内容完全相同的专章 促进国家和平统一暂行条例 成立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基金 两岸成立最好 由两岸海外华侨精英共同组成 延商并促进有利于两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建设方案 有效达成两岸的付诸合作 为驱逐两岸同胞 多年来不信任感 使台湾地区同胞 对中央政权产生好感起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不阻止 而且要协助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 乃至成为常任非常任理事国 有个叫非常任理事国 常任理事国有五个 不需要讲 非常任很多 德国就是这样子 东德西德就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大陆你要把台大放大 把台湾放大嘛 不要欺负它嘛 他实行国 国富的三民主义啊 现在台湾也不太实行三民主义 那就是把这个宝贝丢掉了 可怕 大陆现在也讲了 150周年国富诞生的时候 我共产党也是孙中三县寸传人 但你可能是个统战啊 你是统战我就把你当真的 可不可以啊 讲嘛 循庆 循序 乡政 现在是村长选举 选得一塌糊涂 将来搞得好 共产党好的人才出来 选乡政长 选县市长 就进入邦连时期 本时期实施 逼在两岸达成完全之互信 彼此意识形态之旗舰完全消灭 事实因共同使用一本宪法 可名字为大中国当年宪法 为宪法条文中 有关台湾地区 部分应该列了专章 台湾地区特别条款 明定台湾地区 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 军事组织 与对外关系的完整尊重 这时候两岸政党便可以互相开放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或者叫中国社会主义党 你不是中国社会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你叫共产党 没有实施共产党 共产党把产都弄掉了 大家都变成穷人了 对不对 那你就社会主义党就好了 按照这个邓小平讲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你为什么不叫 有中国社会主义党呢 互相开放 两岸合作 做什么 那时候如果你真的彻底好 亚洲啊有新加坡啊等等 可能会加入啊 对大家有好处嘛 对大家有好处嘛 就是台湾就省级嘛 对不对 按步骤 国家级民主选举奠基 两岸合作时期 本时期的实施 必须在两岸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 已经长期的交流 而达到相近似的程度 透过海峡浪岸军认同的国家统一 选举制度 与两地区同时实施 甚密周延的公正公平公开的民主选举 对不对 里面很多优秀嘛 你淘汰了 不需要的自动淘汰掉了 才算圆满达成国家和平统一的理想 中国统一后 以回归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 国父正名为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 以正名为中国社会主义党 为什么我叫 我这个我成了一个组织 叫做中华民国民主 中华民国统一中国联盟 它真的就是中华民国民主和平统一中国 现在台湾就上我们卖台 卖什么台 统一叫中华民国 卖什么台 一句话就把它打倒了 而且这也是事实 难道大陆不需要改进吗 一百年后还是一党战争吗 对不对 大陆并不是很完整的制度嘛 我们也告诉他你不完整啊 既然民进党敢台独 没有发生战争 我就要统一发生什么战争啊 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党就是因为 美国阻止了我们反共大陆 所以造成 哎呀反共大陆没有希望 包括李登辉 包括这个 奖金谷先生都是独台的 所以独台才会找到李登辉 李登辉祸害一直祸害到现在 他没死耶 他现在还没死 还在祸害 而且他很厉害哦 每一次计算他都能够达到了 可惜我那个时候没有在党里面 像陈水扁选举 陈水扁 连战 宋主瑜 来一个绝对多数选举嘛 陈水扁当选多少 不到百分之四十三十九点几 如果再选的话 我们就让这个谁选啊 宋主瑜选啊 李登辉不愿意了 宋主瑜出来选 那宋主瑜 陈水扁了不起 百分之四十五嘛 对不对 宋主瑜应该会达到百分之五十五嘛 那赢了 就没有这个 陈水扁这样乱搞了 陈水扁很久有意思了 陈水扁最近 他说 我的手指啊 我的手指这样动啊 一秒钟六下 所以就不要关了 我骂这个 想粗口不好意思啊 那个手指有什么关系呢 哎呀 一秒钟六点六下 他快动不起来呀 他训练嘛 他练得很辛苦的练 你光这个手指 没有生命危险嘛 讲话身心大胆凶得很 所以 现在啊 你看 我们国家 台湾是 一定要 拿回政权啦 现在很麻烦那个 王金平 他说我 将来选举的时候啊 我的名字一定在选举公报上 你看看 搞不好他准备拖党进去 干脆开除他 他可能会拿到五十万票 那么看看 现在还有更有问题就是copy 有很多讨厌copy 我觉得copy应该把它拉过来 给他一个利益 不要把这个copy 把民进党拿去了 然后copy的票再过来一点 干脆就不要选嘛 你选取以后我给你什么职务就好了 起码他讲一家亲嘛 对不对 他没有讲这个独立嘛 好 你既然讲一家亲 所以国民党就赶快 给他合作 给他一个职务嘛 他需要一个职务而已嘛 不要选了嘛 所以我也给党中央建议了 现在有一个伟大的人物 海平啊 我的idea 他们结束了 将来我还有这个copy的问题 还有王金平的问题 想办法解决 我啰啰啰啰啰讲了这么多 希望各位体会 现在就各位提问题 我答不了的 海平同志会也答不了 海平同志叫你同志 国民党同志 各位提提问题好了 我讲了一个总统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我觉得邱先生已经讲了一个 一个细节上的一个重要的点 这是将来作为中国当作民主化以后呢 怎样实施选举 怎样推动选举的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就是他讲到这个选举上呢 刚刚现在我说 像美国的建筑选举 还有什么叫普选呢 他谈到一个对选举人的要求 也就是说 对竞争选举的人要有一定的资格审查 这一点的话呢 我可以说 不会赞成 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些人 非常热衷于民主化 而且非常 过去把美国作为民主世界的登场 台湾呢 在1999年吧 开始政治大选以后呢 选择了第一任领导人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希望 就是中国人呢 第一次呢 可以用选票 来决定 谁能当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当时都可以说欢呼巧远 可是 台湾过了近20年啊 这种选举呢 好像正在异化 一直到今天 我想要哪个人能看到 异化成两党的恶斗 我想这不是 回到43年当时要建立民主 中国的一个 所希望看到的 因为在一个民主政治制度下 政党的竞争选举 已经当是两性 也就是消毒的斗争是君子之争 而非敌骨之争 所以听到您讲的这一点呢 尤其对 被选举人 对资格审查 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个呢 也就谈到美国 我们过去呢 帮美国示威民主世界的灯塔 美国不错 是世界的灯塔 但是美国有些特殊性 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 我们生活在里面 我们很清楚美国的状况 我们过去因为 选上的人 或者当选者 都是了不起的人 都是一代英才 都能够是我们过去 因为我们终于想到的 都是一代天才 可是我们纵观一下 美国过去的这些选举 所选择的人 大家看 好像不全是这样 照样的庸才也不选出来 而且呢 当然在华人世界呢 对当当创伴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当当创伴至少 作为一个政策家 又是作为美国总统 他有很多欠缺 或者不太集合的地方 我们不是要拼他本人 是说明那个选举制度本人呢 也有点问题 那么资格审查呢 我的非常赞赏 所以许和您讲这一点 非常赞赏 是啊 这个正本清源嘛 把源头 你选上哪一个选商都可以 是吧 都是很好的 另外那个清源讲的三民主义 这个三民主义啊 早年按照我们的理解 因为过去呢 我小时候在大陆受教育 这个三民主义呢 过去呢 我们也提过 可是呢 我发现跟到海外 真正我们看到的 包括三民主义的 真正的教育出是不一样的 是有区别的 早年我觉得从历史上讲 三民主义是 孙中山年轻的时候 在美国留学 是吧 对啊 他非常崇尚 阿尔巴汗林肯 美国那个前总统 当时的一个著名的 那个演讲 那里提到有 什么 government 受到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call the people 那这些三句话呢 要是按照直面 这个 翻译过来 我们每个人都清楚 什么 人民的 那孙中山的伟大发明 人民的 属于人民的 为了人民的 这只便会理解 但是孙中山当时呢 在当时一百多年前 就在美国 他翻译上 民旨 民想 民有 这个翻译上 应该说非常绝妙 反正非常符 既符合 我想可能是 阿尔巴汗林肯 他本身的原意 也符合我们 中人理解的习惯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三民主义呢 我过去呢 在理解上呢 有点差异 我以为这个 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 就是democracy 放的第一位 那么民权主义 和民生主义 但实际上呢 我后来呢 看到反抗亚民 我上了很多课讲这个 实际上是 孙中山讲的是 民族主义 对 民族 所以这里面 不包括民族主义 也就是说他讲的是 民族主义 是第一位 然后是民生主义 和民权主义 当然后两周 我不清楚 那民族 民族主义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过去呢 就已经想问问 这有问题 当年还没听说跟我讲 我想问问邱先生 那为什么孙中山先生 强调的叫民族主义 我觉得这有点狭隘 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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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华文化的全程 对 让邱先生讲这个问题 这个 这个 当时啊 国富革命啊 因为清朝整个占领了 所以 押迫这个 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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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迫的很厉害 他有这个 武器的人呢 就是 经济上啊 所以他要 推翻 在这个同盟会里面呢 这就是要推翻什么 欺负大陆 欺负大陆 革命之后要回到保皇党 五族共和 就是汉唐文化 这是传承中华文化 我们同一个文化传承 四为八者 这是中华文化 定为民族主义 我们是一个文化传承的 是这样子的 这是孙中山先的本意 因为孙中山在革命之前 是要驱逐大陆 东北要给日本 革命之后 不给日本了 要给五族共和 当年是 就是几个大族 就是大家共和 因为中国的反省 本来 我们现在当时 至少有五多个民族 那么你广强调一个 民族主义严 奖票的参俗 你最有民族的基本理念 这个中国国民党 有几个阶段 中国国民的终结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什么 促进天下围攻的世界大众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了 它这个理想就是这样子 就是终极目标 它有阶段性的目标 新中卉时期呢 驱逐达鲁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 合众政府就是美国这个一样 对不对 驱逐达鲁 不驱逐达不行了 他达鲁在压迫我们换人了 压迫得很厉害呀 达鲁就指了很多人 那个时候是关内十八省 然后呢 左边有西藏 有新疆 有蒙古 内蒙外蒙 有东北 内东北 外东北 外东北现在大陆人也不懂 什么叫外东北呢 就今天的威加尔古 那个叫外东北 内东北就是东北战胜 清朝的时候是清朝的版图 那大清的地图好大好大 清朝还有这个俄国人也侵占了那么不少 在东山省以外 很大很大一片 包括俄罗斯包括新疆 都要吃掉 这是清朝的时候被俄罗斯强调的 所以新中会时期呢 就欺负出达鲁 恢复中华 那有着恨意嘛 不然你怎么革命呢 那个满洲人欺负中国人嘛 对不对 满洲人 汉人就是做满洲人的奴隶嘛 基本上是这样子 中国同盟会时期呢 改变一点点 驱出达鲁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他发现土地很重要 土地很重要 土地一定要平均 这点就是我们来不及做了 这点为什么共产主义成功啊 就是平均地权 强迫的方法 杀 杀这一组 强分 人民就拥护他 在抗战时期 他一分抗日 两分 应付 七分 抗战 抗战 抗战胜利完了以后 他就一 基本上这个大 这个叫做战争面子 他掌握了 而且他拼命往东北走 毛泽东说 你下面的地区没有关系 你就往东北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国军呢 在西南 来不及了 所以 很多因素了 平均地权就很重要 他 所以毛泽东现在 我在大陆啊 现在经常挂了毛泽东像 为什么 那些是电农啊 他这个 还是怀念他 本来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 台湾不解决了吗 如果没有共产党乱的话 台湾照样可以 大陆照样可以像台湾一样啊 地主我不杀你 不给你 很多国家东西送给你嘛 然后土地 让人民 台湾就做得很好啊 没有杀一个人啊 可能地主一点不满意 但是 地主拿那个 股票 四大公司 转为民营 给这些地主 地主又发了财了 大家都发财啊 这是东北同盟时期 中国国民党 广州时期呢 就打倒列强 除菌法 无计统一中国 事实上是如此 现在我们中国国民党 台湾时期 我个人看法 化独剑统 中华民国民主和平统一中国 或者统一全国 啊 政治方向 与大陆中共政权斡旋合作 达成国库孙中山国民革命目的 使三民主义彻底实行到全中国 奋斗目标呢 建设台湾 示范大陆 啊 你台湾 有人说 共产党一垮了以后 怎么办 台湾的方法 你能做到 当然有些人啊做不到 什么做不到 你还有更好的方法 我研究了 我退伍三十年啊 研究了三十年啊 我提前退伍的 我是建议党 党魂重建 已有决心 现在没有党魂啊 党魂是什么 不知道 就是下次选举就是党魂 听老百姓怎么样怎么样 也是虚假的 决心宣誓 因从改革党党章开始 建议中国国民党上第一切修设 中国国民党基于三民主义 建设台湾与大陆地区政权斡选合作 互卫共力携手共进 当大陆地区民主化程度 与台湾地区相更致时 按总理的理想以民主和平方式 以计划按步骤圆满达成中华民国的统一中国 国旗为青年白日满地区 那是陆浩东啊 陆浩东都死掉了 全面震侵国家 复兴中华民主 天下围攻尽身 促进世界大陆 这么一广这个理想 现在国民党没有这个理想 所以这个我就建议 很早以前我就建议了 一直在建议 国伟大概 还有什么好的意见 比我的很好的最好 我听听国伟高见 我想插一句啊 就是邱卫邦是国军的少将 可能在座有些人还不知道 主要是因为当年跟李登辉 关于这个统路问题起了非常大的争执 愤而辞职 就是提前退伍吧 这个我想着 可能在座有些是从大陆来的 可以 谁能想象说 共军会有一个少将 或者一个什么军官 去给习近平盯嘴吗 不会 不会枪被咬 不敢想象这个事 对不对 就不敢想象的一个事 所以说 从根本上讲 中华民国的体制 和现在中国大陆的体制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别说是这种公开定罪 像那个 军委副委员长 叫什么 那叫 张阳 张阳是上将 在位的上将 自杀了 后勤部主任 他不是自杀 他是被子 被自杀 还不是一个人被自杀 是全家被自杀 是全家被自杀 全家被自杀 他夫人跟女儿 全部被吊死 全部被自杀 自杀不可能全部自杀 是吧 一家全部自杀 所以说 大家也都能理解说 现在邱将军能在这跟咱们座谈 也过得非常好 可以说 这只有在一个民主国家才能做到的事 在大陆的政治斗争 是一种生死斗争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斗争 真的就是一个生死斗争 所以说 我跟邱将军前聊天的时候 也经常这个争执这个事 就说 邱将军这个提倡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一点点这个鱼虎毛皮的意思 关键 关键你说 邱将军前面写这个文章就是 促进两岸中国民主和平统一 可能我觉得 大家也都听过类似这样的口号 经常听 但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跟大家 其实听到那个 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 他说中间加了一个民主 我们所能听到的都是 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对不对 都是这个 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没有民主的 其实说的办法 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问题 只有民主和独裁的问题 对不对 邱将军是这样吧 就这么一个 还是要有理想吧 还是要有理想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有些时候 就是 刚才说到这个 邱将军说这个 国内的村镇长选举 现在 基本上应该已经平掉了 没有了 已经 就从乌坎事件之后 好像全国的这个 你也不 去年是选择 选择 这基本上就是形式 但是他的村长 比如说 我去过去年去过 那个安徽省 几个村镇去走跑 村长呢 算是村委会主任 还是村民们选出来的 但是关键呢 现在呢 知道 要倡导一些个 公务员下乡 村里的书弟呢 现在列入公务员贬职 也就是说 他是正式的 很多时候派过来 就上派来的 实权在他手里 在书记手里 这就跟各省市的 这些书记不一样 行动虚设 他当然他有套钱 又毕竟他来源于村民嘛 但还有就是 你会看到这些人 跟今天也不太一样 我们说面对面 有像这样的给他们座谈 那些个 无论是书记 还被民选出来 那个村长 村长不再是过去 那个村里那些 所谓那些的 遗防恶疤 不是那种 也有 可能个别村民也是有 当然我们看的很多全面 很很 包括村长 还是有一位是 水准受跑的 你像那个 我看那个书记 研究生毕业的 而且那个书记 那个办公室主任 很年轻 二十多岁 中国科大毕业的 所以今天已经过去 基本的 所有人过去的 已经不可通人而已了 当然我们既希望 这一代人 将来从村镇到乡到县 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你别管是村还是市还是省还是国家一级领导人 他的权力来源 我们其实说的是个权力来源的问题 对吧 如果你不是一个民选的领导人 他不管是村也好 国家也好 他都不会为你的选民负责了 对不对 对 关键是这个 不是说你还有没有 你可能选开一个花瓶 然后还是那个书记说都算 那你等于还是没选举嘛 对不对 咱们说的是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 还是用党来控制 党控制嘛 我看这个台湾的节目看的比较多 我昨天看过一个馆长的节目 让你们知道 有一个很壮的就是兼职房的老板 开这个武术馆 对 健身馆 满嘴脏话就是 反正说的满嘴脏话说的就是 有些有道理 有道理 它是代表台湾民间的一个声音 就是台湾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就是我们看奇怪 他自己也很奇怪的事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欺负台湾 就是台湾有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 包括邱小明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大家都会欺负台湾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 然后欺负台湾 不是 中华文化就是一大统的思想 今天大陆不管是共产党 国民党 民主化之后 也会想要统一台湾的 这是整个中华文化 我们从小受教育的 不管我在大陆 台湾早年也是 台湾的问题不是光是两党恶斗 国民党跟民进党恶斗之外 台湾有很多人 他去中国 他是仇中 他不要当中国人 恨中国人 因为他们被李登辉的教育四十年来 改成 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后代 南岛人的后代 他们不喜欢要当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都是不好的 我是觉得好像还不全民这样 他们有敌视了 因为他不喜欢中国人 你可以反共 可是你不能仇中 他们是台湾人讲的中国人 他就不喜欢你 我知道 是这个原因 我的意思是 他可能仇视中国人 但是他会有一种固定的想法 就觉得大陆在欺负台湾 不 大陆大 台湾小 大陆强 台湾弱 你可能是 其实你说 共产党干的事是不是欺负台湾 确实是 但是为什么 就是这个为什么 就是台湾是不理解的 但我可以说什么呢 那共产党是必须去欺负 或者是必定要消灭台湾 或者是消灭中华国 不是 共产党是要消灭中华国 这是这个政权没灭 我想到他的政权的将来的这个持久性 合法性 对 对 因为中共现在没有合法性了 只能抓到施东西的大腿 因为抗战他也没有合法性 他的政权没有合法性 他一定要消灭中华民国 因为他研究欧洲历史 苏共史 回到十月革命 完之后回到二月革命 东欧每个国家都是 回到他前一任的这个国号 跟这个国旗 跟这个传统 所以中共现在的问题是 他没有合法性 他要把台湾给吞掉 吞掉之后 他才能延续他这个 继续专制的政权 而我们三美主义 不是说 不是说什么 这个民族民生 这是中国需要民权主义 基本的人权 信仰自由 新闻自由 都没有 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Google Facebook都进不去 对不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 这我们不要谈西方的选举 现在中国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现在教会十字下拿掉 不要不要放习主席的下 你这个完全没有最基本的人权 对没有信息的自由 个人的自由 所以说 不是台湾招惹了大陆 而是你自由的生活 就不能让大陆容忍 共产党是不可能容忍 在一个他所声称有主权的地方 人民会是自由民主的 他是不能容忍这个的 也就是现在这个香港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 香港在英国统治时期 相当于全世界的英国领域都实行了民主 唯一就一个英国没有 为什么 香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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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由 没有民主 香港有自由 它有七本人权 一样的道理 就是共产党不答应 不能让你拥有民主 你要拥有民主了 那你民主了 我大陆怎么办 就是简单的道理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迟早都要走向 现在问题就是说 台湾如果能够自己建设好 做大陆的示范 因为交流已经通了吧 我也不要推翻你 哎 将来就 做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大陆描写 台湾是什么 打架 阿城在吵架 什么民主啊 其实是民进党 台湾的民主搞不好 是因为民进党的关系 加上我如果是 这个选举的时候 没有控制好人 我给你讲 台湾的选举怎样 谁去选举你知道吗 午夜游民去选举 流氓 选上以后 我到现议员了 到这个台厨所 嘿 你将来都是 我的钱 我就不给你 听话 这些人选了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职业 想尽办法继续维持他这个职业 越来越不像话 什么套逗的事情都做 这个议员干什么 开主场 怎么办呢 可能是过去 不过现在也是差不多了 你做 哎呀 一句话 他就是把这个当职业 选举当的职业 想尽办法去威胁利诱 怎么等等 然后利益交换 所以我敢建议就是说 你这个品德就是一关 还有能力一关 贤一关 能一关 锁定 所以为什么我赞成有这个 现任的军公教 锦销都可以选啊 哎他干了十五年以后 他发现这个社会不行啊 哎我出来搞啊 但是你过来搞要给你又保障啊 你选不上你马上回来啊 但是你基本上你要有这个 十五年之内你就表现很好的人 我才让你有这个要求啊 然后这些人出来就可以改变了 这些军公教的教员 哎他当教员觉得教育不好 他当了十五年教员以后 所以因为他很廉政啊等下 当不上校长 现在我用学习的办法 出来 改变 对不对 这个改变是很很缺失的改变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自己想出来 十五年以后 宅腾以上没有犯过过 哎这种人 让他出来 如果选不上就回来 继续当你的教员 继续当你的军人 军人也可以选呢 为什么不可以选呢 对不对 现在没有 现在军人退伍 像我这个 退伍以后就没有了 只能退伍以后选了 不是 台湾的政治还没有问题 就台湾政治 整个这个政治 就是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是 学医 学理工科 最不行的人去参政 都留在当地 都是说台湾有台湾的问题 不是说台湾的政治 其实台湾是个非常民主 宪政法制的地方 它的基本的开放度 不会比美国差 台湾的官员 你去看他路上的警察 任何公教 非常友善 人民非常守法 你知道台湾去的感觉 不会比日国差 非常守法 台湾对弱势团体的照顾 对同性恋 非常的开放 非常的公平 就是你看那个社会的文明度 台湾现在亚洲 现在可能跟日本是 是最先进的 整个亚洲来讲的话 这是我去台湾最近几年 我自己自己的观察 我离开台湾快五十年了 你知道我在西方长大 所以我了解这个情况 不会比就是 比中国大陆好太多了 真的是台湾警察非常友善 他执法的时候 非常有一定的游戏规则 这个是中国大陆看不到的 他这个官员讲话 非常有礼貌 然后就是说 我觉得是很文明的表现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个榜样 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我们不要讲什么选举 而且这是后话 你基本的人权 你基本的信仰自由 公平的司法制度 你这个都没有的话 你不要谈选举了 选举也没有意义了 因为它可以操控嘛 对不对 等你有基本的人权之后 你有基本的这个信息的开放 社会的进步到某个程度之后 你再来搞选举 我觉得是后话 所以邱将军讲的是 整个这个大陆 是从小地方看 你先让Google Facebook 进到中国大陆去 大家 对大家思想上面 能够平等 知道真正的历史 真正的情况 什么叫公平的法制制度 法制社会 基本的人权 我们要什么 对待老年人 对待这个弱势团体 有很好的 这个基本的制度 这样子才是 中国的前景嘛 对不对 海文雄 其实你谈的那个 也很重要 但是呢 你刚才说的 其实中国大陆最终 走上奔本化 这是属于自由之路 抗撞大道 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呢 是不是共产党能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很多 我们历代年轻人 好多是失望 共产党大可能完成这个使命 但是寄希望下一代人 那下一代什么 可能下子肯定一点年轻人 我们相信是 常见后浪 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 是我英雄出少年 我们相信下一代更更比我们更年轻的 包括你们在座的中国人 将来 中国一定会推向 最终还会走 肯定是民主化道 除此之外 别无选项 另外呢 你刚才谈到中国社会的 其实很明显 我们交流很多 这个中国社会啊 中国大陆过去这些年了 除了我们看到的 这种巨大的经济变化以外呢 全社会也有很多变化 其实人们跟过去呢 也不完全一样 包括执法机关 包括警察 你刚刚谈到警察 台湾的警察 各方执法很明 这个我去过台湾 对台湾的印象 就像海明星刺激所标的 应该说不是吹牛 我其实体验 台湾确实很好 有好多方面像日本 现在中国大陆呢 也不像过去那样 中国大陆的文明程度 也在提升 也在提高 而且人民之间的互入精神呢 跟以前也比较 因为以前呢 有些海外嘛 看过去中国 都是副面报道比较多 但是现在呢 中国大陆的警察 和一些个社会人 他相互一遍会就好太多了 当然 他虽然没有制度所保障 也没有民主法治所保障 但是 近些年来 确实有很多进步 不 当然 距离我们所看的 和要求的可能 还相距太远 但是呢 确实有进步 比以前也不一样 可能年轻的 如果从国内来的人 可能会看到 因为我们会比对 因为过去好很多 中国也在进步 对 这个台湾这个选举啊 这个考试制度很重要 所以官员都不错的 这个都有学校啦 等等 产生出来 所以 我看最近大陆也进步了 我看那个大陆 你没有新闻自由 你不可能 你没有新闻 没有无蔑王西 监察这个司法制度 它不可能公平 你知道吧 我知道 因为我任何大陆太多搞媒体了 新京报 南方周末 南方报 他们报这种不公平的地方 都被打压 被工作 太多了 欺负乡下的农民老百姓 拆迁的问题 弄死人 从来不负责任的 他们这个新闻 写不出来 写出来被封杀掉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最基本的 这个人权法制没有的话 很难很难进步 又是整个制度问题 制度造成这个贪污腐败造成这种问题 不是因为说今天有选举就可以 那是后话 我认为是中华还没有到那一步了 我们中华文化里边 中华文化里边最基本的有个孝 最近来讲的话 国内闹的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是张寇寇事件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张寇寇 这个叫张寇寇 他八岁的时候 他妈被弄死了 他去成军 过了二十多年以后 他卸三多岁了 报仇 回到报仇 把那个三个凶兽给杀了 杀了以后 现在是二十年还是判死刑 这个在中国的理念里边来讲是 杀母之仇不共戴天 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 你就是说实际上 第一 法治上从这个 法治上讲 并没有给受害人一个公平的环境 没办法 只能是属于 属于第二种的叫做 这个叫做 私刑的 也是个人的正义 以他自己来实行 但是我认为 无论如何 他是不应该被判死刑的 因为他没有任 他不会再伤害任何人 他的理由 其实我认为是充分的 因为国家政府 没有给他一个充分的正义 他只能用自己来实行 我认为他是不应该被判死刑 就是说你不要杀人 我不知道你明白 还有一个是 前些年有一个 如母杀人案 你们知道 山东 山东如母杀人案 就是 放高利贷的 就是恨不得就当着儿子的面 去强奸他母亲 然后他出于反抗 去扎了一刀 扎了一刀 其实就是说 怎么说呢 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来往上 但是一刀 其实要了 要命 对 就这一刀他要命了 他也不是当时要命 这个受害人自己开车 往医院走 他这个受害人当时也没有 这个死者当时也没有认为这个伤非常重 所以说 最后就死了 但是这个人是被判 好像也是被判 先是死刑 后来改期 后来发现 不应该被判死刑 这个属于 这个属于当场的一种刑事犯罪 就当他的面 去就是非礼 或者就是强奸 他的母亲相当于这样子了 这个因爲 为什么要判那么多 我想了解一下 这里有几个是大陆人 应该都是吧 我今年三多了 我在大陆生活了33年多吧 对 来了几年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 我16岁开始反共 因为那时候开始起乏了自己通过社会的很多世界 来了解这个社会 为什么会这样不正常 因为我也是在红领巾了 在16岁以前我不知道 那我现在这个情况 我在美国 我家里人因为我 全部被监控 几年来跟我没法联系 这就是中国的人权 连我表弟都被监控了 anyway不说了 所以我 邱将军讲了今天这个主题 其实我们之前都有沟通过 在市区喝咖啡的时候 我说共产党让它变好 那是一万年都不可能的事情 Facebook也不能用 什么 任何外面的东西都不能看 它会变好吗 他每天都在杀中国人 没有停过七十年了 从他建党以后到现在 他每天都没有停止 像这种个案 那多如牛毛了 根本就不用提了 内门的那个 我说的这些事是 就是说 他是在系统的消灭国人的反抗精神 包括前一段有一个 有一个人是 就是邻居被 一个女孩被强奸 她上去监狱 就把那个 失害者给打了 打完了以后 让她赔钱赔十几十万吧 四年前 那个夏军芬知道吧 四年前 五年前 夏军芬那个卖西瓜的 被那个城管 他就往后一捅 捅死了 判死刑 当时我就知道 他必须死 因为他要什么 就扼杀你这样的反抗精神 因为被判死刑 那下一个就不敢 但事实上呢 城管 大陆的什么城管 拆迁队 在得罪中国人 那中国人有一种仇恨的心理 他会有的 杀母杀父之首 所以 看似中国表面的话 和平 其实 仇恨在每个人的心里 包括我幼小十六岁的心理 那时候看到很多小孩 被捏死了 硬颈盖掉下去了 那个又放毒了 我幼小的心理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是不正常的 但是我没有归恩截礼的 找到原因 我就知道是政府的不作为 因为他的钱 他不是自己挣的 他是纳税人的钱 这是我知道的 那就政府的监管不利造成的 至于更元 我真的那时候还找不到 在共产党 但后来我慢慢知道了 我通过这个 法轮功 那个那个 翻起来 后来知道了 原来最原始在于共产党 所以 邱嘉宇讲得非常好 因为这些设想 我真的非常认同 但是这是将来时 共产党如果不放选 他没有民主制度 他没有选票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说台湾好好的做好 做一个示范 有很多人说 啊 共产党没有了 国家就大乱了 通通死光了 所以我就很希望台湾 要真正实行 三民主义 但是呢 很可惜啊 一个李登辉这样子 去中国化 马英九很可惜 他也被反过来 这很重要啊 这个不承认是中国人啊 这非常重要啊 欲亡其国 就先亡其死 这就是先亡其死嘛 教育就告诉我 我不是中国人嘛 那我什么中国人啊 对不对 邱嘉宇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这么好的一个 统一的构想 有没有和大陆方面联系过 就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 他们有什么response 有什么反应 现在我告诉你 有一个最强力的 马上到台湾去了 碰到这些家伙 看看嘛 就比如讲嘛 现在连这个我们 国民党 都没有醒悟 继续革命嘛 怕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讲 中华民国民主和平 统一全国呢 那你这个 卖台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就讲嘛 没有关系 你在台湾讲嘛 台湾讲 我不到大陆去讲 我只在台湾讲 总可以吧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 大陆啊 这个搞成这样 大陆也负无分责任 嘿 说你这个 台湾就是一省 等等等等 我也不愿意啊 现在找一个比独立更好的东西 就中华民国民主和平统一全国 有这种理念的实行给大陆看 然后交流它不可能停止交流吧 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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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吧 好的还是很多吧 对不对 像 这样 台湾也好 大陆也好 犯 犯这个 犯毒的就要死刑嘛 要吊死嘛 犯毒的人 你犯毒 被吸毒的人将来又会犯毒 他没有工作可做 他只能犯毒啊 所以犯毒到小学生那边去了 你不好好惩事怎么行呢 你看这样 台湾也是 大美国也是 躺在地上的 很多是 吸毒 产生的 一吸毒就没有用了这个人 谁敢用你啊 你也做不了事情啊 旧金山 湾区就是 大概是八九千嘛 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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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美国啊 像这个美国抓的就是死刑 没有其他办法 我也很不残忍的死刑 给你 你不要吸毒嘛 你卖贩毒嘛 就给你吸毒 吸死 吸毒把你吸死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啊 我现在一切是不是对吸毒者 也有治愈的可能 也有 有 有 对 文明的社会 一般是要 压力很大嘛 对 因为死刑是没有办法回转 在中国大陆死刑冤案太多了 过去美国也有 所以说 我们基本上从人权角来讲是反对死刑的 可是能够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个程度的代表 当年当时梁讲也不是也吸毒 吸得非常凶 打仗的时候还一直马飞海洛英打 他后来的治好了 他不是到欧洲去治好了吗 到欧洲去治好了 所以说 不是 不是 自然的毒品 是叫不伤生 不 自然的毒品 最坏是化学的毒品 你吃什么那个 Evitamin 那个话 那些是化学的很伤生 人会 如果说你是 鸦片胭子做出来 那个人会变得 人会变得很 就是精神上会很舒服 天天是腾晕驾悟 可是没有斗智力 不想工作 那个最早是止碰药 那个会上瘾 可是那个比较不伤生 因为中国人过去清朝末年 有些人都抽鸦片 所以说 人的寿命当然会减短 身体会不好 可是不一定会短命 我说一句 薛将军的想法非常好 我也鼓励 大家都要有理想 不能光有梦 这个理想呢 但是 对大陆来讲 我觉得你连大陆都信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现在的统治集团的 危机感非常非常强 他们自己知道 做得获胜 所以 你可以有理想 所以我要把台湾 做个示范给他看 我不要你 你共产党继续存在 你还是选举起来 你会胜利 但是你会变好 对对 台湾先搞好嘛 做一个范例嘛 如果范例都没有就完了嘛 我完全同意 前几年 我太太是台湾的 我是大陆的 我去访问台湾 走了一圈 我什么也没说 最后他们的朋友说 现在你得说几句话吧 我就说了七个字 中国 幸亏有台湾 中国怎么样 幸亏有台湾 是啊 是啊 说台湾是很重要啊 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回事现状没有错 现在我的idea也等于回事现状啊 到世纪末 但是你现在为什么讲 中华民国民主和平统一中国 是我们现在呼的政权的一个方法 你们这本东西写得很清楚 这我也发了一百多本啊 中将上将都拿来看了 看了以后有什么效果我不知道 几个校长 几个这个主席 还有这个韩国瑜啊 台中那个卢秀燕啊 台北那个助力人啊都有啊 我都发给他们了 看他们看不看啊 写得这么清楚 要不要练一练我们就解散啊 民进党运用台湾独立的 假口号 陈水扁当选总统 蔡英文全面执政 为了本党的欲否重生 魏邦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 认为必须平气偏安思想 一国富一训 讲功一足 宪法今生提出 中华民国民主和平统一全国 真统一的政治主张 这不是假的真的啊 如果民主党会得到民众的热烈支持 新党民国党 民主清民党的中心合作 才能与今年九合一胜选 这次有些不是靠这个 是靠完全靠这个 讨厌民进党 胜利的 正在实行重整政权 建设台湾 与正在实行民权民主和民生主义 大陆正在民政主义 不做的好不好的问题了 还在做 民权主义正在起步的 中共政权斡旋合作 现况邦联以及和平三个阶段 与本世界末达成两岸 中国民主和平统一 统一后国富当然 是应该用国富所创建的中华民国 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 中心中华民国复兴中华民族 与世界先进民主国家 共谋天下的天下为公 为什么要用中华民国民主合并统一 台湾同胞才会接受啊 现在如果说 马上要统一 我也反对 我要台独 坦白讲 你要不要台独啊 我不乱给你 我怎么会跟你合作啊 但是 如果这样子能够拿到政权 是不是 我跟你合作啊 大家互相合作啊 海基海西会合作在一起 这样子来研究问题 这个是一个理想 但是呢 首先要 或许政权 首先要有 把这个三民主义 台湾做得很好 然后 互相交通 它慢慢的 这个是敌锤穿尺 现在全世界 没有这个共产主义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是哪一个起头啊 前苏联 苏联 苏联 苏联有没有啊 没有了 苏联先挂的国旗 就是在七十四年前以前挂的国旗啊 重新恢复了 这是很漫长的 苏我经过七十四年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很顽固啊 要一百五十年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不到没关系 我们凑在子孙想啊 不是现在乱搞 搞了以后就是打起来 台湾毁掉了 大陆也不见得好数啊 是不是 国共战争打了几十年 到现在也不算结束 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共产党现在还有几个说共产主义的 没有了几乎 所以三民主义嘛 社会主义也基本上要搞啥了 社会主义是全民福利啊 现在国内谁能享受到全民福利 三民主义是社会主义里面最好的 但是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还有邱将军这样的人在坚持 而且台湾有很多人在坚持 我觉得就冲这一点 国民党都没输 起码都没输 对不对 邱伟邦在 韩威平台在 韩威平台在 中国革命党不会完 好 现在时间到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然后麻烦大家把自己喝过水 就是瓶子可以带出去 谢谢 谢谢